我們今次講的是家庭治療的家庭系統理論 就是婚姻不單是一個人 而是兩個人 有一個很實際的例子是甚麼呢 有些男人是很好的先生 很多人都喜歡他的 唯獨他太太不喜歡 為甚麼呢 他對很多人都很好的 但他太太也覺得他沒有特別專心愛他 覺得跟他難溝通 但他跟其他人溝通是沒有問題的 而他又覺得他太太很有問題 為甚麼呢 很多要求 他跟所有全部的朋友都沒有要求 大家聊天而已 沒甚麼要求 他就很不明白為甚麼 我這麼多人都喜歡我 但我太太不喜歡我 他太太也說 每個人都喜歡他 但我覺得他真的沒有興趣的 那原因是甚麼呢 因為一個人作為一個好的丈夫或太太 不只是他自己一個好人 是他懂得跟他的配偶相處 他懂得愛他 關心他 回應他 是一個系統來的 系統來的 系統就是說 如果他們兩個懂得那種關係 知道問題在哪裏發生 關係在哪裏發生 關係的問題在哪裏 這樣的時候他就可以處理 但他單是看他個人 即是這個男人 甚至他是一個侍奉人員 甚至是一個牧師 有些牧師都是 他是很好的牧師 他對人很好 但他就覺得太太有很多要求 令到他覺得很大壓力 不懂得怎樣相處 於是教育關係好 但跟太太的關係是很有問題 問題在哪裏 即是他不知道原來 婚姻是一個系統來的 當這個系統的關係不好的時候 就算他本人是一個很好的人 但是都不能夠有好的關係 同樣也是有些女士 他周圍都很多朋友 但唯獨跟她丈夫 就很難做好朋友 亦都是因為他們不懂得建立關係 這個家庭系統的理論是什麼呢 就是說 其實所有關係的一個系統 是有包括上一代 那兩個夫妻和他的子女 互相互動的關係 家庭好像有一個活動的雕塑 不斷轉化的 是會不斷改變 未結婚之前是很不同的 因為大家還未相處 而結婚之後 亦都有改變的 未結婚 即是未生子女之前 有一個情況 大家相處一段時間 有一個情況 然後呢 生了子女又不同了 因為丈夫可能覺得 太太的注意力 都去了子女那裏 那裏 覺得沒有什麼興趣 即是跟太太 甚至有些太太 中國人比較多些 就跟嬰兒睡 那丈夫呢 就走出廳 或者走去另一房睡覺 那就變成 生了嬰兒 她們兩個人的關係 就很疏遠了 那這些都是一些變化 那系統思維的重要性是什麼呢 是有直線的因果關係 直線就是說 一件事影響另一件事 是直線而已 那另外呢 就是多元因果 很多原因引致一個後果 而另一種呢 就是系統思維 就是那些家庭的成員 是互相影響對方的 是互動的 那這裏有個圖 直線就是說 一件事發生 影響下一件事 影響下一件事 多元因果關係 就是不同的原因 影響它 而系統思維呢 就是說 每一個人 都被其他人影響的 譬如跟嬰兒的相處 是影響兩個人關係的 所以未結婚 當她知道 Innos也是 比較難相處的人 或者跟 Innos跟對方 是相處沒有問題的 但是加了一個人進來 是有問題的 即可以是這樣 這樣的時候 這種關係 都可以很複雜 所以在婚前輔導 和婚姻輔導 都會了解 到底Innos 和其他人有沒有影響呢 Innos就是 那個樂父樂母 老爺奶奶 那些是Innos 家庭中 次系統的關係 有夫妻兩個關係 但是其他之外 應該這樣說 家庭的系統 就是全部這麼多人在一起 然後中間分開 有不同的次系統 就是夫妻一個次的系統 父母子女的次系統 兄弟姊妹的次系統 即是父母和子女的關係 兄弟姊妹互相的關係 譬如有些家庭 某一方面很好 但另一方面不好 譬如有時父母和子女很好 但是子女之間有問題 或者父母和兒子很好 和女兒不好 和女兒好 或者和兒子不好 這些都是一些 次系統的問題 而家庭也有界線 就是有清楚的界線 模糊的界線 僵化的界線 什麼意思呢 清楚的界線 就是父母就是父母 為什麼有時父母不是父母呢 有時有些父母 譬如丈夫經常都不在家 變成大兒子或者大女兒 就要負責家裡很多東西 變成他有一部分作為父母的責任 因為父母沒有扶起好的責任 有時是這樣的 父母本身很脆弱 或者情緒很脆弱 變成兒女就操控他 即是說他 你真是蠢 你真是什麼都不懂 什麼都沒有用 上網又不懂 於是兒女做了父母 這就是那個界線不清楚 這是有問題的 即使父母不懂上網 不懂很多東西 但不代表他沒有尊嚴 但因為有些人 父母不懂 即是可以踩他 也有些父母很蒙濕 不懂得照顧自己 兒女就一直照顧他 叫他怎樣照顧自己 這些都是造成那個關係上的界線不清楚 有清楚和模糊和僵化 就是那些不同層次的關係是僵硬了的 沒有交流 不像是父母的 只是法官 只是警察 不像是父母的 兒女又不像是兒女 只是住客 這些關係是僵化了的 父母和兒女之間應該有界線的問題 代父母就是 兒女年紀小小就要做父母的職責 父母其中一個不能盡責 兒女要承擔父母的責任 有時菲傭都是兒女的伯仁 又是照顧者和代父母 菲傭就變成像做父母一樣 又要管教那個小孩 他又是伯仁 有時那些小孩又會濫用那些伯仁 就是 甚麼都不做 例如有些人說到 有些菲傭帶小孩去上學 帶兩三個 那菲傭全部的書包都背著 是完全那些小孩 就個個都不做事 就好像覺得 這樣叫做好 其實是不好的 這些關係 都是會影響 例如有時菲傭在家裡很久 或者菲傭可能未必很久 以前那些工人會久一點 不過現在很少香港人做工人 那關係呢 長時間就變成了 他都變成了父母 或者變成了一個監管人的身份 婆媳的問題會代代相傳嗎 婆媳的問題是比較 老爺和女婿的關係是不同的 就是婆媳之間的問題是比較多些的 為甚麼會有這件事發生呢 原因就是因為女性是體重關係 而有時那個丈夫不能夠滿足她 但兒子呢 是容易滿足些的 為甚麼呢 容易滿足媽媽多些的 原因呢 因為很多太太和丈夫的關係 未必那麼好 溝通不是那麼好 但是小朋友 小時候的男生 兒子呢 或者女兒呢 是很容易溝通的 跟她 照顧她 變成關係就很深了 當那個關係很深的時候 然後呢 那個兒子呢 就要結婚了 要拍拖了 很多時候 反對的就是媽媽的 她就覺得不合心 她不夠好 然後呢 當她一拍拖 一拍拖的時候 兒子不回家了 不回家了 他就很不喜歡了 然後帶回來那個女朋友 後來是太太 看來看來 越看越不對勁 很多東西 要看一定看都不對勁的 她穿衣又不對 她又不懂得煮東西 又沒有那些清潔觀念 又沒有 又不聽我說 於是呢 那個婆婆呢 她覺得失去了她兒子 覺得呢 我現在的兒子已經不是我的兒子了 就好像呢 變成了別人的丈夫了 就不是我的兒子了 所以這個情況呢 在奶奶和媳婦之間呢 是比較強的 比較強的時候呢 有時開始敵對 這個情況比較多的 敵對就是說 針對她不好 不好呢 就慢慢地餓她 餓她呢 她就反抗 有幾種情況發生的 一種情況是怎樣呢 兒子就幫媽媽多些 那太太就覺得被孤立 另外呢 就是兒子幫了太太多些 那媽媽呢 就覺得現在兒子還不好了 那所以變成家庭中 有這種的糾紛 那這個情況呢 是 都是頗容易發生的事來的 好了 那處理婆媳的關係呢 如果父親和母親關係改善 不過問題就是這樣的 事實上人的關係很難改善 婚姻輔導是很難的事來的 為什麼難呢 不是沒有方法 是人不肯改 是人很難改 尤其是不信耶穌的人 信耶穌的人改 通常容易一些 但是不代表容易 因為呢 改變成為願意溝通 願意關心 是不容易的事來的 那所以呢 那個父母關係啦 因為那個奶奶 老爺的關係不好啦 於是那個奶奶呢 就很想兒子那裡 得到多些安全感 得到更多 這個她的一種歸屬的感覺 那麼 改善的方法 就是如果老爺奶奶的關係好些 那就改善了 但是呢 老爺奶奶 尤其是上一代 已經習慣了 一種緊的模式 那個模式是怎樣呢 通常男性少說話啦 命令式啦 或者不跟太太相處啦 沒有什麼回應啦 是幾十年的 就是人大了呢 婚姻婦道是很難的 她幾十年都不說話的 你說你現在開始回應她啦 她都不知道什麼叫回應 她就說我已經回應啦 她不對的當然要說她啦 是很難說服她的 所以呢 這個是一個困難 其實呢 所以聖經有句說話說到 她說泡能夠改變她的斑點 古實人即黑人 能夠改變她的皮膚的顏色 如果能夠呢 你們都能夠改變 就是人的罪性是很難改變的 那尤其人越大呢 就越難改變 所以呢 婚姻婦道困難就是這裡 當然 就是她本身想改變 那就有機會了 她本身不想改變 只是一方想她改變的時候 是困難的 所以呢 所以呢 父親和母親關係改變 第二呢 就是 如果 奶奶有足夠的社交 或者親人的支持 那就不需要過度依賴她的兒子 第三呢 就是兒子 至少獨立一點 性格外向 也都避免她母親過度 操縱和擁有她 第四呢 就是 就是婿婦為人成熟了 了解婆媳的問題 就能夠被婆婆支持 那婆媳之間的關係也都改善 就是說那個 媳婦呢 懂得哄一下奶奶 對她好 關心她 令她覺得舒服 令她好像多了個女兒 那她有機會就接受她多些了 那這個所以呢 是 這幾方面去改善 能夠令到那個婆媳關係減少 那為什麼老爺和那個媳婦就問題少呢 因為男性是少依靠關係的 她根本都不 都不是捉實個女兒 都不是覺得子女的關係這麼重要 因為女性呢 她是會關心 但也都同時她期望關心 所以呢 那個人際的感覺是很強的 那譬如一個例子 當一個婆婆 她那種關係 就是她體重的關係 這個是她的 好像她的本質一樣 已經是一種本質 就是她覺得 兒子要關心我 兒子要對我好 女兒要對我好 她的心裡面是很強烈這種的感覺 那所以呢 她是很難放手的 但是男性呢 根本就 很獨立啊 都不是這麼體重 那種關係 她體重呢 就是思想上體重 不是依賴性 就是她不是靠她來得到安全感 但是女性呢 通常是 關係呢 是她的安全感 那所以呢 譬如我們 她的輔導男性和女性是很不同的 男性家庭有問題 她放手是容易很多的 但是女性呢 當她的家人對她不好 她是很受影響 很難放手的 很難說 不要緊要了 她有問題 我放手了 不用計較的 她是比較難的 因為她的安全感 就是建立於那個關係 所以這個呢 就是 在輔導的時候 我們明白 人的那種本性 也是那個系統 因為這個整個系統 都是這樣的 在系統的理論 這個系統理論 是一個輔導的理論 其實這些 我們講過幾種的理論 其實都是可以 我們呢 在我們將來輔導 或者處理我們自己的婚姻 或者其他人的婚姻的時候 都可以應用到這些的原則 在這個系統理論的時候 就有一個婚姻輔導的假設 這個是這個博佩斯 和羅斯曼的書 就是 受輔導者以夫婦 或者家庭為單位 一名家庭成員的轉變 會影響整個系統 她那個系統觀念是什麼呢 就是 不是只有一個人 而是整個系統 為什麼這個人單獨 是很沒有問題 但是為什麼 跟家人這麼多問題呢 因為那個系統 有問題 他不懂得處理那個系統 所以一名家庭成員改變 會影響整個系統 一個人改變 就影響全家了 家庭的規律 會隔代相傳 很多時候是這樣的 那個老爺、奶奶、爺、奶奶 他就會影響 影響下一代 那個影響一直持續下去 他也都是和那些 他的子女和他孫子的關係 是會有不同的關係 譬如說 老爺、奶奶、爺、奶奶 那些 他就會看他的孫子 好像子女那麼好 看得很緊張 這個都是會影響之後 他的子女和他的孫子 著眼循環因果關係 多於善性的思維 就是他這種輔導方式 就體重一個循環 互相的影響 還有著重觀察 家庭成員之間現有的互動 他現在的互動是怎樣的 然後家庭是不斷掙扎 以求平衡的系統 當中包括很多個 彼此依賴的部分 而每個部分都有界線分隔的 就是說 其實家庭是不斷掙扎 在磨合 在適應 想找到一個平衡點 平衡點的意思就是說 好像 如果大家想一個平衡的器 一個東西 他會一邊重一邊輕 他會調教怎樣可以平衡 家庭關係都是這樣的 譬如 丈夫不太理會太太 要找一個平衡點 怎樣平衡呢 一個可能性就是 太太不理她 又不理她 即是她不理我 我也不理她 這是一個平衡 是一個冷酷的平衡 一個平衡就是 大家建立好的關係 另一個平衡就是 有個太太找別人做好朋友 那她就有她的平衡 那她的平衡就變成 兩夫婦加上一個外人 在裡面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一方是得不到 她想要的東西 她一定要找方法 她一定會找方法處理的 那有些人呢 她找個方法是什麼呢 就是自己低沉 自己在那裡很辛苦 但是她是很辛苦 她經常都想找個方法去處理的 想找個方法去平衡 那在所有人際關係裡面 都是會找一些這樣的平衡點 能夠將個家庭變成 不一定改善的 是只是一個平衡的關係 可能是疏離更多 或者是有另外的方法去解決這個家庭的問題 OK 還有家庭生活的階段 在這個家庭會一路改變的 在情感上 要與本源的家庭分別出來 全情投入 在婚姻裡面 又重新界定 與雙方本源家庭的關係的連繫 即是在家庭 當他們結婚之後 是需要與本源家庭分別出來 但是中國人往往就不是的 即是說 他結婚之後就是另一個 另一對夫婦 就不是在他父母之下 掌管他的生命 這個也是聖經所說的 二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 那就是全情投入在婚姻裡面 又重新界定與雙方本源家庭的連繫 就是關於關係如何保持 與自己的父母 第二就是要營造親密的感覺 同時保持獨立自主 即是說同時有親密 同時都是獨立自主 因為每個人如果結婚之後 失去了自我 他會覺得很不開心 我以前喜歡的全都不能做 他經常都想做回 我曾經說有一本書叫The Kite 就是他喜歡玩子妖 但結婚之後他太太不喜歡 結果他應該是跟他太太離婚的 就是因為他覺得他失去了自我 這個也是太太結婚之後 都需要留意丈夫的需要 同時丈夫又留意太太的需要 所以仍然有獨立自主 享受作父母的挑戰 盡能力養育子女 同時保留雙方的私人空間 這個是成熟的父母 成熟的父母是怎樣 能夠養育父母 而保留雙方的私人空間 能夠不是控制他們 讓他們有自由 這個是在中國人來說 有些事情是比較難的 因為他的安全感 就建立在他的子女上 還有又有個觀念 就是他擁有子女 子女是他的 所以變成有這種壓力在裡面 我們用這個系統思維的時候 我們就分辨我們家庭裡面 那種關係到底是什麼關係 他是控制性 他是容忍 比如他想控制 不過控制不了 他只是容忍而已 其實是不喜歡的 一路依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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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壓力的 這個就是我們需要在這個 系統裡面留意到底 關係是怎樣的關係 還有同心對抗生命中的危機和疫境 就是說整個家庭一起面對任何的疫境 這個就是健康的家庭 但有些家庭就不是的 一有什麼事發生呢 有些成員又不回家 又不肯出錢 又不肯幫忙 比如一個例子就是 有時候幾個兒子 但是經常都是一個兒子照顧 或者甚至是有時候這樣的 幾個兒子都一個女兒 就是經常都一個女兒照顧父母 中國人就很緊張有兒子 他就想著有兒子 兒子就是自己的 兒子就是外嫁的 但往往是女兒關心父母更多 其實就是現代的父母應該更加明白這一點 真的女性對於家人的體重是更加強的 那麼她就在這個危機的時候 反而那個女兒就經常都關心父母的情況 很細心照顧 而男性通常是沒有那麼細心的 也都沒有那麼關心的 又覺得有些想推卸責任的 所以這個就是在危機和逆境的時候 是不能夠一起對抗 為對方提供一個容許表露差異 憤怒和衝突的避難所 就是說一個家庭 一直說到就是一個家庭進展 其實是這些健康的因素 怎樣一個家庭系統是健康呢 就是大家能夠說出個差異 還有有憤怒可以說出來 就不是爆發出來 說出來 我不喜歡這件事 或者衝突的避難所 就是她在外面有受到東西傷害 或者她在家人相處的時候有問題 她可以拿出來 譬如現在香港 很多人就是因為政治 家庭對立 這個就完全失去了家庭的作用 如果成熟的話 如果成熟的話 我們家庭裏面有不同的政見 不過我們都是一家人 不要緊的 不同政見不是代表她是罪犯 不是代表她是一個壞人 她只是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角度 能夠成熟地這樣看 那麼家庭是更加會成熟 那麼我認知有些家庭 是因為這個政見 就同一方對立 直接說不理她 因為她的政見不同 另外就是建立豐盛美滿的性生活 慎防外來的引誘 避免只是為了承擔全宗接待的義務 有很多中國的女性 對於性的關係就覺得 就是敷衍對方 就是為了協婚都要的 但是不是一種享受 其實雙方都想到對方的需要 令到對方開心 那個關係更加強 但是不是單是性關係 不能夠保持關係的 一定是有關心有愛心 但是性關係也是其中一部分 而性關係不只是性行為 是可以是一些很多的身體接觸 擁抱 接問 或者是給她一些心靈的支持 這些都是可以經常做的 是令到覺得對方很舒服 還有任何時間 對方有任何這些動作 另一方是歡喜接受 有些人會這樣 那個丈夫回答她 她還不喜歡 她有時 有意無意 避開 甚至說 沒有了 沒有了 那些兒女都在 那樣 那個丈夫就覺得 那個關係就好像 不是那麼容易有這種關係 就會覺得 即是被疏離 我們說到其中一件事 在婚姻裏面 這個叫做 愛的語言 有一本書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愛的語言 有五樣的 這五樣 第一就是 一個專心相處的時間 第二就是正面的溝通 第三是服務的行動 第四就是禮物 第五是身體接觸 我太太 她先看了一本書 接著她告訴我這五點 我再說一次 第一就是 是相處 即是專心相處的時間 第二是正面的安慰的溝通 第三 服務的行動 第四 是這個禮物 第五是身體接觸 每一個人 那個相處 喜歡什麼是不同的 那我太太 她就跟我說 她說她想我寫 我自己最看重哪五樣 即是我想收到什麼 作為我最喜歡的 表達愛 即是對方做什麼 對我來說是最表達愛 然後我又猜她 根據我們的相處 這個在我們結婚之前做的 即是從我們的相處那裏 她就說 你猜我是最看重哪一樣 我們做是怎樣 是要根據對方想要什麼 而做在她身上 譬如有些丈夫說 我最喜歡跟她一起運動 但是太太不喜歡運動 她說我跟她運動就是愛心的表達 但是太太不喜歡她覺得 你是迫我運動 她不覺得是 最不喜歡的 這個呢 那是哪一方面 那個是對方最喜歡的 而呢 有很多人發現 男性最愛的是什麼呢 有人說 送禮物 身體接觸 身體接觸不是一定會說性關係的 抱抱他 把他GI Está Biston 他會覺得是愛的 女性是哪一方面呢 這是禮物 這個是男性的誤會 女性不是最喜歡的禮物 當然有些女性是喜歡禮物 你說什麼 女性 我所知 不知道是不是對你們 專注時刻 第一個專注時刻 即是她和你一起 她放下手機不看電視 不和別人聊天 她只是單單和你一起陪你一起聊天 或者一起做你想做的事 因為這個是代表 專注在對方 大家覺不覺得是不是 因為這裡的女性覺得 有不同的 不是每個都是一樣的 不過是有若干女性 是喜歡對方 是和她一起 今天只是和你一起 什麼都不做 是不是你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大的禮物 哪是最大的禮物 那可能女性另一個很大的禮物是什麼 就是肯定和愛的言語 但是兩個選擇 她一直專心陪著你 因為她會說一些正面的說話 愛你的說話 要點是什麼 就是我們做在對方身上 根據她最想要的那樣 這個就是愛 但是有些人就說 我愛她我要教她 我要教她 教她做一個好人 好基督徒 那就叫愛 比如說我要教她多祈禱 多依靠神 你想她祈禱是好的 不過你只想她祈禱 她覺得這個是律法 你只要她做 當我們真的 譬如太太肯做在她丈夫身上 她想的東西 那丈夫會有更大的動力去改變她自己的 這個就是愛的語言 她有不同的輸出了 這個就是我講到這個美滿的性關係 就是說能夠覺得是歡喜的 比如我用一個例子 就是我每次親我太太 我太太會說多謝 可能有些人說 什麼多謝這麼有趣 就是我們兩個都是會這樣做的 就是說我們是很歡喜很欣賞 還有陪伴她她是會很開心的 她又會說開心 今天我陪她 今天因為她早放學 所以我下午是陪了她的 她是很開心的 她會告訴我多謝你和我一起 那我接著就回答她什麼呢 我多謝你陪我過世 那我是覺得很好的 就是我覺得呢 我們一起又開心 又做我們想做的事 又建立興趣 我們呢 我們呢 初頭就 我們的共同興趣呢 就是去逛逛 看看那些花草樹木啊 那些自然界那些 後來呢 我太太知道我喜歡拍照 其實那時候我都沒有拍小鳥照的 那時候我們的相機是不適合拍小鳥照的 還沒有適合的 不過她看到我呢 就有小鳥照的 我就會拍 就是我不是只拍小鳥照的 我其他人都會拍的 那她就說 是不是你都喜歡拍小鳥照呢 那她就 其實每年 以前呢 現在沒有了 都安排去旅行的 每年有幾次的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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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去的了 那現在來說呢 總之有了 時間她可以的 我們都會出外的 那她就說 不如我們這一次去哪裏呢 去跟那些拍小鳥團 你去試一下吧 那一去的時候 那些 又認識一個好的導遊 那個導遊教我們怎樣拍小鳥 於是呢 我們兩個的拍小鳥的興趣都提升 那我們兩個 不過這件事不是很多人做得到的 因為呢 你發覺拍小鳥多數是男人的 好 即是你看到那些 周圍拿著大相機的那些影 是多數是男人的 但是如果太太 因為丈夫而建立的興趣 她是會更加喜歡的 我記得我在學生時期 我有這樣的夢想 因為我喜歡打球 我希望我將來的太太 都會喜歡打球的 即是會有這種這樣的夢想 那我太太又和我打羽毛球 我們又去拍照 又踩單車 即是說有不同的活動可以一起去做 而做的時候 我們不只是做一件事 我們踩單車盡量 我們在他旁邊 一邊聊天一邊說話 去拍照的時候也互動 不是自己有他拍的 他有他拍的 他一拍到什麼 他就說他在那裡 我們馬上兩個一起拍的 回來又會看一些照片 即是在過程中 經常都有互動 經常都有欣賞 欣賞對方拍的照片有多漂亮 事實上我們說什麼都喜歡的 吃飯呢 我們不一定要說很多東西 總之說的話 都是令對方舒服開心的 這樣的關係是很得力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你都會想有這個目標 而你跟對方說的時候 你就不太被他壓力 而是說 對方都覺得喜歡 即是他會覺得 你做一些他喜歡的事 那時候就不是你壓他 而是大家都喜歡 大家都享受 那婚姻一定會美好的 雙方都是想對方好 又真的做在對方身上 然後一起去做的事 就會很有心 那譬如我太太 我們星期日侍奉 她一定是幫我攝錄那個 還有很多東西都是她打點的 因為這個時間 通常她還在上班 她今天比較例外 而且在這裡就不需要她攝錄 但是在教會 她通常都是幫我攝錄 很多東西都是她負責 她也都很支持我的侍奉 她覺得是很重要的很寶貴的 有時有些人讚我 告訴她 她又告訴我 有時有些人讚她 我也告訴她 有些夫婦就不肯 讚她 即是說我不夠她厲害 別人讚她 不讚我 即是說我厲害 其實我們不需要這樣的想法 是應該說 有人讚她 我們都告訴她 有時有些人讚同工 我又告訴她 有些人讚她 這也是一種人與人之間 大家覺得被愛、被關心、被提升、被欣賞 這樣的時候 不是只有性關係 只是整個生命都是蒙福的 以及以幽默和笑話 表達自己的看法 多一重玩樂 分享共同的興趣 去結識彼此的朋友 而建立更豐富的人際關係 即是這種輕鬆正面的關係 多些有時說笑話 一起玩、輕鬆一下、笑一下 其實人生都是 雖然我是很認真事奉 但我和那些人相處 那些人和我相處 就覺得是很輕鬆的 即是不覺得我好像 哇 把你的臉 很嚴謹 我處理生命是很嚴謹的 但我處理生命很嚴謹 我是輕鬆的 所以輕鬆得勝 我是開開心心處理生命 我也都和那些人一起 譬如有些人告訴我 他有什麼問題 我就不會很嚴厲地對待 而是我說 這件事怎麼影響你 你想不想 你覺得怎麼樣 你覺得有什麼原因引致 這個問題 我們怎麼可以處理 我會用一個聊天的方式 令到那些人和我相處 都覺得舒服 所以我都希望大家 和任何人相處 都覺得 人家覺得你是身上發出恩典 是恩典推動人去改變他的生命 而不是壓力 夫妻關係也是一樣的 而且是為對方提供滋潤和安慰 滿足對方 一直鼓勵和支持對方 就是說 時時都是正面的 時時都是令到對方開心舒服的 保留戀愛初期的浪漫和理想化的畫面 同時接受時間帶來的真實轉變 有很多人說 久了怎麼會還有浪漫呢 其實是絕對可以浪漫的 是我太太讓我留意到這件事的 譬如我們選擇吃東西的地方 最主要不是選擇 想不想吃都是一個因素 他最主要選擇什麼呢 是情調 尤其是戶外的 有些對著沙灘 譬如我們喜歡去的地方 包括什麼呢 為何我們喜歡去的地方 其中科學園可以對著海 那裏有些餐廳出來 如果天氣可以的話 我們都會坐出來 還有就是那個西沙茶座和旁邊 那裏都是看著外面 可以看到遠景的 還有就是我們喜歡去獅子會那裏 那個聰明茶座 那裏看出來就很漂亮的花生樹木 以前就有些東西好吃些 現在改了比較簡單些 不過那裏的環境很好 我們喜歡去山頂 看到外面的景色 那就是說 我們選擇地方吃東西 就是一些有環境漂亮的 大家舒暢 譬如我們拍照 去拍著小鳥 都是一些真是很漂亮的地方 香港有些很漂亮的地方 其實大家兩個一起 去欣賞這些漂亮的風景 很舒服、很輕鬆 這樣走 甚至有些地方沒有什麼人 那些地方 那些人都很遠很遠 那你就不用戴口罩 不過這個你自己負責 但是呢 我們就覺得那些地方 我們可以在那裏輕鬆開心一些 這個都是我們可以做人 可以什麼時候都享受生命 什麼時候跟人相處都是輕鬆的 但是有些人說 我周圍的人不是這樣的 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可以影響他 我們做在他身上 令他開心 他就會開心 開心的時候 大家就會慢慢改變 而不是強迫他改變 不是罵他改變 是大家都令對方舒服 所以都願意為對方而改變 而當對方告訴自己 有些什麼我喜歡你改變 我們都會樂意改變 這個就是建立一個好的婚姻 很重要的地方 這個我已經講過了 就是我的輔導方式 我可以簡單地講 通常夫婦來到輔導 我都會了解婚姻上有什麼問題 他想輔導 然後又會問他們 你覺得你的婚姻 你想不想你的婚姻好 你相不相信可以改變 你有什麼欣賞對方的地方 這些問題是 先問完給他說一輪 你有什麼地方欣賞 而最主要欣賞是關係方面 很多人就說欣賞他煮飯 其實應該多些說 他會留意我 他知道我吃什麼 他會煮什麼給我吃 他會怎樣關心我 他會說什麼說話令我開心 不過很多人是沒有這種觀念的 只是覺得 愛就是 有些太太來講 就是我煮飯 或者做了床鋪很漂亮 家裡很舒服 不過很多丈夫是留意不到的 那有什麼辦法呢 告訴她 我故意煮這些 是不是你喜歡吃 你喜歡吃 我又開心 那我煮給你吃 因為我想你開心 那些床鋪做得這麼漂亮 我想你舒服 你覺得 你見到家裡這樣 你會不會舒服一點 其實男性會覺得舒服 不過她不會把這些東西放在高位 叫她自己 她未必有大興趣 然後你說 我想你舒服 於是丈夫便會覺得 原來這樣擺好一些地方是很舒服的 於是丈夫更加欣賞太太 這個也是在過程中 做什麼事情在她身上都是想她舒服 我就問她們 你有什麼欣賞丈夫太太 不過很少人回答我 我欣賞她 她很關心我 她經常留意我的事 她回應我的需要 她令我很舒服 她很少說 我還沒聽過 我可以說 不過可能她有這樣的情況 都不用見我 對吧 她多數就是 她懂得煮飯 她很有耐性 那些這樣 好了 然後我就說 就是解釋這個 怎樣是恩典的溝通 然後怎樣是柔和地處理問題 律法的方法 處理問題的方法 然後我就說 你嘗試處理這個問題 我們已經做過兩次了 就是你怎樣處理 過程中我就會問她 你覺得你這次溝通是什麼 你是有幾樣東西的 譬如說 你是吩咐她做什麼 你指出她的錯 因為你是引渡她 你欣賞她 回應她 是哪一件事 我們都盡量留意 我們跟人溝通的時候 溝通什麼 如果留意到 就可以改善了 如果都不知道自己 不過自己就 順著自己的想法 她這麼不好 我當然是猛狀 她這個是順其自然 其實人是 《興生生四》我們說過 順其自然 人順其自然 未必是好的 很多時候就是猛狀 做些不應該做的事 我便會在過程中 讓她知道 那個相處 我希望她回家也是這樣做 我也提醒她 希望你們兩個 都是回家 繼續這樣做 關係改善 你就有福了 即是說真的令對方舒服 然後我就了解她各方面 關係一直改善 這樣的時候 她不需要再輔導 如果她的關係沒有改善 找出為什麼沒有改善 然後繼續去處理 好了 這裡就是 講到一些處理 實際的問題 這是我的輔導方式 不過在輔導方式裡面 我們有一個 輔導一定有一個 背後我們想達到的目的 但是 普通的輔導 有些輔導是沒有目的 沒有一個指定的目的 她只是說 那些被輔導者想什麼目的 就是什麼目的 但是基督教的輔導 應該是想對方跟從神 和處理問題 應該是想是這樣的 而我就是用輕鬆得性裡面的 教導作為我的目的 譬如說 兩夫婦其中一個人很難溝通 這樣的時候我輔導的目的是怎樣呢 首先了解問題在哪裡 這個很重要的 我們不只教她怎麼溝通 問題在哪裡 譬如她說 譬如A說 B經常懵疼 我就不敢說話 我說了她又不聽 我說了她又說我講得蠢 說我的人蠢 所以我就不說 那我了解到底是什麼 當我了解的時候 我又不會說 你說對方蠢的 我又不會這樣說 總之我不會令她覺得不舒服 我就說 原來就是 因為她對方說的說話令你不舒服 我又會問對方 她說 因為有時你懵疼 所以她會這樣 你覺得怎樣 你聽完之後覺得怎樣 可能她說我很傷心 我傷心 或者我 有些如果看到自己 原來我知道自己 原來我懵疼 令到她這麼不舒服 我都想改 我會引導她去知道 原來你懵疼 效果是相反的 我會找出原因在哪裡 為什麼有些男人在街外 但又不洗 洗得不乾淨 那就有問題 了解了問題之後 雙方怎樣可以調教 第一就是了解問題在哪裡 第二 幫助對方欣賞他任何溝通 例如這個人真的溝通的問題 但他稍為開始 另一方便可以說 我多謝你嘗試 有些人覺得很生愛 夫婦為何要說多謝 覺得夫婦不用說多謝 心照 其實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因為夫婦雖然相處得多 但對方說多謝是會舒服的 所以儘量欣賞她任何溝通 以及引導她怎樣溝通 這個就是需要 譬如說丈夫少溝通 太太需要引導她 我喜歡你把你的內心感覺說出來 你剛剛上班的時候 人家罵你 你覺得怎樣 如果丈夫不懂得說 那你有沒有覺得不公平 委屈 發生氣 很無助 你會覺得怎樣 即是給她一些複雜選擇 我有時輔導人都給了很多複雜選擇 我和有些人聊天也是 她說不出她的內心世界 那我就給她一些複雜選擇 是哪一樣呢 就是這樣 還有引導她 第三 就不將期望放得太高 有些少溝通 就深感滿足和欣賞 她本身很難溝通 她現在開始說少少 就多謝她 你真是好 你現在開始嘗試跟我溝通 她就覺得好 她就不會覺得壓力 即是我也說過一個例子 就是有個丈夫送一束花給他太太 他太一看 哇這束花這麼肉酸 買了多少錢 哇有沒有搞錯 這麼貴 買一束這麼肉酸的花 你有沒有眼光 那丈夫還會買花呢 她不敢 她以後呢 她買了一束花 回來又被罵 所以不如不要做了 什麼都不要買了 這個其實是 雖然她可能選擇 當然是不夠太太 這麼好眼光 那這個是 沒有所謂的 即是 譬如我的衣服 多數是我太太 我選擇的 有時候我自己選擇都有 即是我們一起去買 多數都一起去買 我們未結婚之前的衣服 當然我自己選擇 但是呢 結婚之後 我們走過商場 或者去吃完飯 走過都會進去看看 我們最多看什麼 情人衣服 我們有些是完全一樣的 情人衣服 有些是怎樣呢 配顏色 有些人留意我們一起 你們兩個的衣服很配顏色 那我說是刻意的 是刻意安排的 有時候 我太太早上班了 忘記了 晚上約定了 我們出門 我未出門之前 我打電話給她 你今天穿了什麼衣服 你想我穿哪件衣服 她就說什麼顏色 我還不記得哪件衣服 我走去 她真的很厲害 她記得了她自己的顏色 她的衣服 她記得我的衣服 什麼顏色 哪些顏色可以配什麼顏色 我連自己的衣服都不記得 有些我記得 有些我是記得的 有些她說出 什麼紅藍白鑑 好像有兩三件 但是我最終都是找到的 但是我會先問問她的意見 這個就是 我知道她喜歡這件事 我又會跟她配合 總之投其所好 那些又不是壞的東西 那些好的東西 所以這個就是 大家相處知道 她又不會說 什麼你 對於衣服沒什麼眼光 她又不會這樣說 一點也不會這樣說 即她真的 她完全不會去 我也不會跟她比較 譬如我對於事奉的目標 意象 對於末世的目標 事奉的方向 我是很清晰的 她又不是一種這樣的人 她不是好像我這樣 這麼清晰 有這樣的目標 她又欣賞我是這樣的 我又欣賞她 譬如她對於人際關係 聽別人說話 她很留心 很聽到別人說話 這些都是我在她身上 是可以學到更多的地方 即其實我輔導 最幫助到我在哪裡 不是神樂園 神樂園我上過好幾科是輔導的 不過我有個概念 但是其實上完是沒有用到 我依然是教導 不是輔導 是我做了軟木課程的時候 學到怎樣輔導 第二件事是我太太 她也是上過這些課程 她就知道 她留意 她留意到很多人的反應 那些說話 那些表情 她很有記性 很好記性的 所以有時候我見到一個人回來 她會告訴我 她有說這句說話 你有沒有留意到 她會記得哪一句說話 她說了我沒有回應 哪一句說話 她說了我沒有回應 哪一句說話 她會告訴我 這個真的她是強行的 有時候我跟人說完 我記得大約說過什麽 你叫我說這句說話 我真的不記得 但是她會記得 她不是句句都記得 但她記得很多句說話 每個人都有他的強項 我們就欣賞了 但對於有些人 他的能力不是那麼高 我們就不要放那麼高的期望 他稍微溝通就欣賞他 讚他 讚他 例如有些男性 抱他 親他 你真是厲害了 他是很歡喜的 即是說身體接觸和他喜歡的東西 他就會覺得你真是欣賞我 但很少太太這樣做 很少太太說他做對的東西 立刻抱抱他 親他 即是覺得這些是未結婚的時候做的 結婚之後就不要做了 這些其實是應該要改變 而男性也是應該對太太同樣的 他做了什麼好 立刻讚他 抱抱他 親他 或者獎獎獎 跟他去街上 跟他一起陪伴他 這些都是建立關係 有些人說 牧師你這麼多事情做 你還陪太太 你就浪費一些時間 但其實我覺得 我和太太一起 是建立我更加全面性的性格 我以前的侍奉 是不像現在 這麼能夠回應人的需要 是我太太影響我 所以我這麼能夠回應人的需要 這個都是 人是需要全面性的發揮 不是由日到夜做到盡 我的確是 我太太不在 我是日夜寫東西的 我不斷寫東西 很多東西想寫 但是 我和他一起的時候 當然他回家的時候 他都有很多事情做 我們旁邊兩張桌子坐在這裡 他對他的電腦 我對他的電腦 不過內宗我又會跟他溝通一下 內宗我又會走過去 我又親一下他、拍一下他 總之 一齊的時候 我又會跟他按摩一下 按一下他 這些都是令他覺得 被關心、被專注的地方 OK 好了 先談一些輕鬆的主題 或者A喜歡的主題 然後慢慢再講其他主題 就是說對方不太會溝通的 就講一些他喜歡溝通的東西 他喜歡說的東西 就講那些東西 他便容易一些 這樣就逐步引導他 令到溝通不只是能夠說 我們要分辨說些什麼內容 如果只會說 吃什麼飯 買什麼菜 要買什麼 要煮什麼 家裡要煮什麼 爛了要煮什麼 如果只是溝通這些 可以說夫妻關係是非常膚淺的 溝通的關係 應該是能夠 開心的東西 能夠跟對方說 有重擔能夠跟對方說 對方能夠感受 回應關心 能夠兩個人成為一個支柱 所以 神說 那人獨居不好 不過現在很多人 那人兩個人一起更加不好 為甚麼呢 因為他們兩個在吵架 但神是想我們一起的時候 互相支持 令到對方覺得開心 能夠相處的時候 是享受的 我希望我們中間的夫婦 都向這個目的去 一步步向這個目的去 所以 我想有時候 跟大家練習 所以 輔導不僅是處理問題 而是怎樣去一個更高的層次 OK 我們先說這個 第二點 先說到溝通的方面 而溝通當然有更多可以說的 就是這個 恩典的溝通 和柔和的說法 大家可能記得這個 恩典的說話就是 這個仍然是溝通 在幫助溝通的方面 恩典的說話就是 我愛你 我關心你 你真的好 我喜歡你 我喜歡陪你 我喜歡令你開心 我有甚麼做得對你開心 我都會做的 這些是恩典的說話 柔和說的律法說話是甚麼呢 我們 不如用時間來聊一下 好嗎 我想聽聽你的心聲 我想 這些是行動的 需要行動的 恩典就是做在對方身上 律法就是有些事情需要做 我們需要處理的 我們 譬如剛剛有件事發生 不如我們談談 發生當時發生甚麼事 有甚麼不開心 我太太一定會找我講 有甚麼發生過 我們兩個相處上 有甚麼不協調 她一定會找我講 她不會不講 但她每次講的時候 她給我的感覺是輕鬆的 我不覺得是壓力的 但我知道很多夫婦很害怕 很害怕 為甚麼呢 當我太太說有話跟你說 哇 糟糕 今天要說甚麼呢 要說收拾 要說你要對甚麼問題 有沒有跟我說 是很害怕的 這就是因為堆積很多問題 等到最嚴重才說 或者說的時候都是強硬的 強烈的 就會變成大家相處很困難 第二種情況 這也是我的輔導方式 就是處理 我的目標就是 減低那個要求 而提升欣賞對方的溝通 引導對方溝通 而接受有時她未做到 就了解為甚麼她怕溝通呢 有甚麼原因 我們引致她難以溝通呢 好了 譬如 A難於搖述B的 即是兩夫婦 兩夫婦很難搖述對方 如果我們輔導的時候 要了解發生甚麼事 為甚麼難於搖述 譬如有些嚴重的分外情 有些是她不理她 不關心她 就算發生了分外情 已經發生了 問題是怎樣補救 除非她沒有心一起 沒有心一起的時候 是可以分開的 但她有心的時候 她願意的時候 我們都是想復和的 譬如說 有些基督徒 有時有些基督徒問我 她說 知道對方有婚愛情 怎樣處理 我就說 了解對方到底想不想 建立婚姻 因為她完全不想 通常來說 我都是願意去跟他們輔導的 雖然我說我很忙 但我都願意去幫助 恢復他們的婚姻 如果對方願意的話 是有得補救的 我試過一個情況 一次輔導馬上改變了 我告訴大家 那個情況是怎樣 我有一次宣教 有一個太太跟我說 她說 我跟丈夫幾年之前很開心 我們結婚之後 整天一起玩 整天一起 總之她做些事 令到丈夫很開心 但有一次那個太太 就去了 回家 然後 發現 丈夫的前妻 來她家裡住 她問她為什麼前妻來家裡住 她說 因為她想見我父母 她就回來 一起住 跟他們相處 但是丈夫就沒有告訴她 是直至太太知道 之後她才說出來 那太太 當她知道的時候 是非常之傷心的 即是當時她發現的時候 是很傷心的 那她就 丈夫 那丈夫就是說 是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 那太太是非常之不喜歡 其實 女性是不喜歡 丈夫說沒有東西 那又不是說有東西 而是她解釋是什麼 什麼 那太太就走 即是當她發現的時候 她就走 她就乘過火車的路程 一路哭 一路乘過火車的路程 一路哭 她就跟我說 她說這幾年 她每一次乘過火車的路程 都哭 因為她想起那時候 一直跟丈夫關係都不好 這個情況 找我輔導 那我就跟她們兩個聊 那我就問那個丈夫 到底發生什麼事 她說 因為前妻說想來見她父母 那就 因為太太就不在那 那到底丈夫有沒有說 跟前妻說 我太太不在那 那你可以來見一下她們 是不是這樣 我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沒有問到 那她就說 其實沒有東西的 真的沒有東西 我完全沒有想著 跟她做任何事情的 不過只是 她很想見我父母 那所以 我就讓她回來 見她父母 那我就問她一個問題 我說 你知不知道這件事 令你太太很傷心 她說 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 我沒有心的 我說 你沒有心也好 你覺不覺得這件事 可以令到她傷心 她說 覺得 她這樣才說 覺得 我問她 OK 那我說 你可不可以告訴大家 你 是真的沒有心 不過你當時 是不知道這件事 對她這麼大傷害 你只是說 沒事 其實她更加傷害 因為你不面對 但你承認 其實 我是真的沒有心 不過 我叫她回來 只是為了滿足她 想見到我父母 那所以 我就容許她 如果有事情發生 我是很願意 和你建立關係 我是很對不起 發生的事 她一直都沒有說對不起 她就是說 沒事 沒事 於是她就跟她太太說 對不起 我又想解釋 就是說 其實我不是和她有什麼關係 不過只是 讓她能夠見到我父母 其實我是想和你關係好的 那她們兩個 我就叫她 抓住太太的手 跟她道歉 就說 我願意和你建立關係 那天上午做完 下午 那個太太回來跟我說 現在很好 我跟她 好像以前一樣 這麼開心 這個情況 為什麼會這麼容易 因為她 其實是一個誤會 和丈夫 永遠都是說一句 沒事 沒事 她就沒有想到 她要承認 她是這件事 會令到太太誤會 令到太太不喜歡 那她當她肯承認的時候 她太太就 和她肯建立關係 她就覺得沒事了 我跟我太太 都是有個這樣的 我太太跟我說一件事 當我做錯了一件事 她說 只要你說 道歉 和願意改 我就可以了 她不是要一直 有些太太就不是的 要罵多久才舒服 她就不是的 她總之我說 對不起 好吧 我留意這件事 我以後留意這件事 她就會開心 滿足 這樣就放手 她很容易放手 這個是恩典 就是說 當時這個夫妻 她就說 立刻 當日下午 關係就好了 這個是恩典 那 就是拆解 到底她的問題 她溝通在哪裡 就是她溝通 她整個說 沒事沒事 那些 那些 因為她是說普通話 普通話的人很喜歡說 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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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有事 有事 不是 沒事 好 這裏說到瑤樹 了解發生什麼事 難於瑤樹的原因在哪裡 了解 B是否明白曾經犯錯誤的問題 就是那個丈夫她明白 她當時 我跟她說 你明白嗎 你太太一邊乘的火車一邊哭 還有連連乘的火車的路程都哭 為什麼她會這樣哭 因為她回想的時候 她很傷心 那我就叫丈夫跟她說 就是說 我知道原來我那次這樣發生 令到你一去那個路程都很傷心 我知道這件事 我都很抱歉 請你原諒 說得出哪一件事令她不開心 那就能夠更加容易搖書 說出犯錯在哪裡 還有是不是願意不再犯了 請問A如果一直不搖書 關係會否復和 請問哪一件事更加重要 譬如說 兩個人來到輔導 A一直都不肯搖書 她說我不肯搖書 她是這樣的了 那時候關係會否復和 問哪一件事更加重要的 修復關係 還是堅持不搖書 其實我們任何關係都要想一個天平 天平是什麼呢 一邊就是關係 一邊就是事情 有時候有些人因為打爛一隻碗 就罵了大家 一碗比較重要的 一個關係比較重要的 他們一定會說有關係的 而很多關係 我們在輔導的時候都發現一件事 就是因為一些小事 大家很不開心 就吵架 一直不喜歡 其實多數的婚姻問題 不是因為婚愛情 是因為很多的小事 所以當她知道 原來關係比較憤怒 這個不搖書的憤怒 是更加重要的 更加對關係益處 所以她就願意放下這個不搖書 那遙書有什麼困難呢 去了解他們 有什麼困難呢 如何去克服 就是說我在輔導過程 經常都會問問題的 你覺得為什麼這麼難遙書呢 有什麼難阻礙你呢 當你想到對方做錯 你有什麼感覺 也問對方 當你做那件事的時候 你覺得有什麼感覺 你知道他那麼傷害 你有什麼感覺 我會經常這樣問的 那問的時候 他又不覺得我是定罪 我只是想了解 當我越了解 發覺呢 其實不是那麼難去拆解的 那又如何去靠主克服 看出一些 也都被過去影響 所以犯錯就接立他了 就是犯錯的人 都是因為他 以往受的傷害 所以他就會 不懂得處理 OK 我們現在休息一下 然後我們先繼續 希望有人能夠願意 接受輔導 建立關係更加好 不一定有問題 如何關係更加好的溝通 為了解 對方 一般 為一萬多 決定 也要看 都消除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